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日 我得要庆祝一个特别的日子 盈富基金成立二十五周年 第一个一个好重要的里程碑 证明着盈富基金的成功 和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 等我的一切来回顾一下吧 1999年 世界准备迎接新的千亿年 而香港的金融市场 就迎来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创举 盈富基金上市 那个不单止和一个普通的上市 更加标志着香港ETF的诞生 永远改变着投资的面貌 当时 香港正处于 亚洲根容风暴的阴影之下 市场波动性高 投资者信心低落 盈富基金的推出 为市场主要着一股三个娃力 可盈富基金为投资者 提供着一个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中卫市场带来着稳定的力量 盈富基金的成功 也都显示着香港作为国际根容中心的实力 和创新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盈富基金不断成长 成为着香港最受欢迎的ETF职业 各个表演一直稳定 为投资者带来着客观的围报 盈富基金的成功 也都起源着其他ETF的推出 进一步丰富着香港的投资市场 今日香港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代的ETF市场 第一个成就离不开盈富基金的贡献 金融专家一直认为盈富基金的成功 不单只因为各个创新 更加因为可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 各个成功故事 也都成为着其他市场的榜样 推动着全球ETF市场的发展 今日香港已经成为着一个 充满活力和创新的金融中心 盈富基金的成功 也都会几个城市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 我得期待盈富基金 还未来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 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 让我的一彩庆祝盈富基金的25周年 感谢还为香港金融市场所做出的贡献 我得期待未来更多的成功和多破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投资顺利 盈富基金25年的增长 盈富基金的诞生还为着一个使命 可个设计理念还简单易明 目标还追踪恒生指数的表演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参与香港股市的简单方法 结果怎么样?反应非常热烈 盈富基金的首次公开交股在IPO 取得着巨大成功 超外人口的情况 证明着投资者对一个深投资工具的强烈需求 过去25年 盈富基金不断发展状态 成为着好多香港投资者投资组合的基石 盈富基金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 当时香港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还这个时候 香港政府决定推出一个新的投资工具 只在为市民提供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投资选择 盈富基金就在海底的背景下诞生的 可个设计理念还简单易明 目标还追踪恒生指数的表演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参与香港股市的简单方法 盈富基金的首次公开照顾和IPO 取得着巨大成功 在短短几日来 调花人口的情况 证明着投资者对这个深投资工具的强烈需求 这个成功不单只在盈富基金的成功 也都会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理程碑 在这个过程中 盈富基金不断发展状态 成为着好多香港投资者投资组合的基石 过去二十五年 盈富基金不单只是一个投资工具 总成为着香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 可个成功不单只是因为可个设计理念 总因为可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 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 还有一个过程中 盈富基金不断创新 推出了多种三个投资产品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今日盈富基金已经成为着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个成功不单只可因为可个设计理念 总因为可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 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 还未来盈富基金将继续发展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来讲 盈富基金的成功不单只 还因为可个设计理念 总因为可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 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 还未来盈富基金将继续发展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庆祝盈富基金的传奇 还25周年庆典上 财政司席长陈茂波发表着讲话 可个讯息好清晰 盈富基金是一个非凡的成功故事 陈茂波强调着盈富基金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 可特别提到盈富基金点量令投资变得更加容易 更加普及令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记忆点对于提升个人财富增长至关重要 陈茂波总赞养着盈富基金对推广香港金融知识的贡献 还第一个特别的日子 文丹子和庆祝基金的成就 都还回顾过去25年的历程 盈富基金自1999年成立以来 已经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支出 可不单单为投资者提供着稳定的回报 都还市场波动实体提供稳定的力量 陈茂波指出盈富基金的成功没有人 也还源于其透明度、低成本 和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可众提到,盈富基金的成立错综 是为了帮助香港市民更好更管理 他们的财富 在博会的25年里 基金已经帮助无数人实验着 他们的财务目标 无论是储蓄、退休、 或是教育基金 陈茂波强调 盈富基金的成功 也都在香港金融市场成功的一部分 可得共同推动着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兴典上 不少嘉宾都分享着可得对盈富基金的采法 同来经理 有投资者表示 盈富基金帮助可得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 提供着稳定的回报 已有金融专家指出 盈富基金的成功为其他基金树立着榜样 展示的点亮 还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 最后 陈茂波呼吁大家继续支持盈富基金 可相信基金在未来 会继续为香港市民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机会 可也都希望 盈富基金可以继续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大家一起庆祝盈富基金的传奇 并期待它未来的更多成就 ETF 属于大众的投资工具 ETF 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受欢迎 点解 因为科技简单、透明、而且成本超越高 投资者都好中意 ETF为投资打开这三个世界 令大众可以更轻松更分散投资组合 实践财务目标 而香港一直处于立场 ETF革命的最前沿 第五部分 香港 领先的ETF中心 香港是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成为阿州领先的ETF中心 一滴都不出奇 香港ETF市场的增长出度惊人 数据最后的证明 香港市场上的ETF中类也都越来越多 投资者一家有更多选择 去满足可以的一个投资水球 第六部分 香港ETF的光明前景 陈茂波对香港ETF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预计市场会继续增长同创新 好多业内专家都认同这个乐观的展望 他得相信香港有能力继续保持在ETF领域的领先地位 政府亦都致力于促进ETF市场的发展 你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七部分 分散投资 明智投资的关键 记句 分散投资至关重要 不要将所有给蛋放在同一个懒度 ETF令我得可以更轻松更将投资 分散到不同个资产类别 这种策略可以帮助我的港帝风险 并还长期内提高维报 还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市场风暴的文件投资组合跟明智之举 第八部分 金融教育个重要性 金融教育至关重要 你对投资的认识越多 就越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 一家有好多资源可以帮助你学习投资 发的时间去了解不同的投资策略 了解你自己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记住 投资运运不违 从而为那个未来做好准备 第九部分 用ETF投资那个未来 迎付基金二十五周年纪念 还对香港充满无力的ETF市场的兴趣 也都掌握助投资者成为便捷高耗投资途径的光明前景 正如陈茂波所强调的 ETF正在改变我这个投资方式 令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市场 并增加财富 记住 投资不单只要赚钱 更还要保障哪个财务状况 实验哪个长期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